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车就停这边 然后下车买炸鸡 还有打赏黄灯 然后刚下车大概一两分钟吧 就被撞到 一旁店家 急路上民众看到 赶紧冲上前 从副驾驶座上 将建车驾驶救出来 抬到路旁休息 好在驾驶意识清楚 救车抵达 将他送以解救 警方于今六日中午获报 本辖北宁路段有交通事故 今了解为71岁流姓继承车司机 因不明原因碰撞林亭路旁之自小车车后翻覆 造成大片油炙胜出 警方立即赶故现场处置 并疏讨交通 协助将受伤驾驶送医救治 令通知环保局脱掉业者到场协处 详细事故原因正在厘清中 根据警方调查 双方都没有酒驾情形 建车驾驶 一是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 撞上围停在机车 优先道上的休旅车 至于造势的真正原因和责任归属 警方还要在调查厘清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警察局提前举行 警察节庆祝大会 府会首长谢国良 同姿伟亲自出席 表扬机优远警 一交及名利 至于有议员建议 在各派出所都设置健身房 双首长都正面回应 这都是因为我们在场的警察 弟兄姐妹同仁 全力与父 不怕困难的结果 我是不是可以一鞠躬 跟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 谢谢你们 谢谢 在台上深深一鞠躬 警察节庆祝大会上 市长谢国良代表市民 感谢警察同仁辛劳 从我上任以后 到警察局跟各位主管 同仁请意开会 我都说 我们要跟社会的不法分子 黑道帮派 全部要划清界限 我们要用过去同类有的 透明度跟高度 来治理这个城市 对于所有 对于这个城市 有影响 有伤害的治安事件 我们全部不会宽改 全力与父 但我一个人说 没有用 只要靠 我们所有的警察 弟兄 一起来努力 获奖的模范警察 既有远警 逸交和名利 分别上台接受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志委 及副议长杨秀玉颁奖 庆祝大会 邀请了市政府 议会及各级来宾 总计有百人观礼 谢国良表示 对于争取警察同仁 本凤级调生案 不遗余力 一路走来 都希望替警察同仁 争取最大福利 我们对于警察同仁一直都是抱着非常感恩跟感谢 感谢他在第一线维护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 17年前就在今天 我们跟陈水扁前总统一起也把我们警察同仁管理条例 来公布实施 让基层警员享受到比较好的抵风 那17年来我们一直都是秉持这样的精神 尤其这一次现在基隆 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无家者流浪汉 对于特定的治安事件 我们也是管控到底 然后在行人友善 也都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 所以警察同仁非常辛苦非常累 但因此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 他们在第一线坚定的执返 那我们基隆市现在可以说是 在路口更安全 社会治安也更稳定 而议长佟志伟在支持时强调 前议长张芳丽曾经建议 鼓励警察同仁多运动 建议在各派出所都能设置健身房 而这样的建议也获得府会首长的认同 我想前几年呢 在我们第十九届议会的时候 张前议长张芳丽前议长 特别在争取经相关的经费 在我们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的顶楼 设置了一个健身房 那我想获得这个中二所的所有同仁大获好评 那我想我们现在刚好市政府 在推动社区邻里的运动 那我想我们张前议长在这次的议会 大会也特别的在提出 那我们全体市议员都非常的支持 提升警察的工作环境 所以我们也层次的来争取 跟市政府争取 跟协市长争取 让我们的警察同仁提升环境 重点是我们的工作勤务繁重之余 还可以达到调剂升息的功能 所以我们非常支持这一项的提案 比如中二拍手 就张前议长现在已经设置好了 那当然其他的拍手 我们也会陆续来设 是那个经费会陆续来设 我相信因为会多支持 那我们也会逐步来建制 此外议会关心 金融推动友善行人 各路口都有远景执勤取缔 对此警察局长强调 民众守法观念已经提升 原本的勤务已经有滚动式的调整 希望让远景多休息 我们在市长 以及我们全体市民守法的状况 会来越好 我们在这个礼拜一 六月五号 我们从原来每一天二十班 我们现在是降为十班 那五月十二号议警 议交也介入这个 行人友善的指挥交通 所以我们现在的警力是 有一点得到一点这个休息 不过我们会滚动式的调整 一些情务 警察局前夕 辅委首长出席庆祝大会 用深深一鞠躬 来表达对警察同仁 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记者黄绍铭 基隆一性杯国小排球邀请赛在赌南国小开打 共有十一队参赛 在三天激烈的战况后 由中芯国小及赌南国小分别夺得男女组的冠军 画面上是基隆一性杯国小排球赛 男子组冠亚军之争 由中芯国小对上中和国小 两所学校的校长也都亲自到场为选手加油 而最后一个对决 中和国小回击之后球出界 中芯国小拿下了冠军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体健科还有排球委员会 非常感谢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和林昆煌副总经理 对于排球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关心 让小朋友有更多的赛事 可以促进他们的学习经验 让他们在球场上面有更多的展现 让自己增加更多的信心 那希望小朋友他透过这么多赛事的比赛 能够让他们的球技更加精进 共同为基隆市争取很棒的好成绩 今天是冠亚军的比赛 然后我们是特地来给小朋友加油的 因为小朋友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打得很开心 然后也可以争取最高的荣誉 因为中和国小的场地真的是很少很小 所以呢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们觉得很不错了 我看到最开心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运动都停下来 那这次呢刚好疫情结束 然后呢这个杨校长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谈到这个排球比赛 所以看到小孩子们他们又出来运动了 我们就特别开心 因为运动对身体怎么样 会强壮 有强壮的身体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比赛结果由长盛军中兴国小荣获男生组冠军 赌男国小夺下了女生组后冠 另外男生组二到四名分别是中和盛兴五赌国小 女生组则为中兴八斗中和国小 基隆云姓副总林昆煌也亲自颁发奖座给胜出的队伍 我们因为办篮球赛以后会发现到 有办比赛小朋友比较有一个目标 因为就好像我们在读书 因为没有考试你都觉得自己很会读书 那考完试才知道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透过比赛的话小朋友他们会比较怎么样 认真的练习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会发挥这个团队精神 礼貌部分我发现那个学校都教得很好 这次好像都不要我提醒 我发现他们在对那个裁判的基督台 他们该做的动作做的都非常的到位 比赛圆满落幕 参赛队伍也向师长和裁判们表达感谢 基隆云姓副总林昆煌也期许学子们 从排球运动中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 与运动场上的尊重与礼貌 持续的学习为基隆争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又到了凤凰花开的季节 带你来看地内国中的师生 共创《那年夏天》毕业歌曲 期望透过音乐的力量让大家感受到爱 记得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恐怖 我发现我们不要在那一段时间 去跟自己做不会很好 因为只要相信爱就会有自己的 以后我们要用更勇敢 用更多的力量去拥抱这个世界 毕业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透过音乐的力量让学子感受到满满的爱与光芒 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 凝聚了学校师生的努力与合作 施兆峰同学发挥创意和才华 以自己的音乐才能谱写了美妙的旋律 写这首歌的曲是我写过最好听的 然后也是最适合拿来这种场合的歌 那我也很开心的自己写的歌 能放在毕业典礼上面 也希望大家听到会喜欢 普辞的肖正雄老师给予孩子满满的祝福 经过三年之后 然后在疫情之后又帮学生写了一首歌 我只希望他们真的是在疫情之下可以用力的成长 然后对于失望跟希望都没有一定的绝对 然后里面我写了一句就关于放下对错 你们才有办法学会成长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那是一个很值得去学习的一件事情 还有主唱的两位同学 用歌声诠释那年夏天 我们会是比较有默契 是因为我们从国二开始就有在合作 就是不管是比赛或是表演 我们两个都会一起上台 可能搭配吉他或是搭配钢琴 那我是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就很有就是真的青春 然后毕业的这种远扬的感觉 为毕业生送上祝福 让他们勇敢的面对未来挑战 相信自己的才能和潜力 继续追逐梦想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现在的美术创作有多多元呢 新一国小美术班学子 在老师的指导下 运用自己的名字与作品的名称 创作出意识之间的班歌 还拍成MV 建议国小的杜嘉一老师 指导学生运用自己的名字与作品的名称 创作出意识之间的班师 与李奥梅老师 引领学生创作出旋律 结合成一首优雅的班歌 在毕业画展中完美呈现 很高兴在疫情之后 我们学校的场地 演艺厅第一次可以起用 让我们美术班的毕业长在这里办理 美术它不再只是一个艺术的呈现 它更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他们生活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疫情期间在家也不耽误创作 一幅幅用纸卷创作的脸蛋 都是学生自久 还有这以基隆为主题的折叠书 融入不同的媒材 展现孩子惊人的创造力与统合能力 这是我们之前的我们的作品 是由我们以前基隆的成品书店 将它的一一模样全部的展现出来 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看到基隆的美 而这布满装饰的武器带人进入异想世界 我做的作品是宝剑 主要是以封扣板制成 锡箔纸包住 加上灯光与颜色 老师说要创作武器的时候 我就心里本来就想说 要做个斧头 但斧头好像没有那么威武 我就做一个更帅的 透过艺术教育的多元化学习 帮助孩子对未来升学及生涯选择 有更丰富多元的思考 也鼓励学生继续发挥所长 展现艺术涵养及创作艺术的多元样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请看 希望您在订阅 请开启 请ma 我们下注 请 想知道西庸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有部立基隆医院王健民称号的 泌尿科医生林伯瀚提醒 有肾结石的民众 尽管没有不舒服 还是要定期追踪结石的大小位置 避免日后可能引起的严重并发症 长得高率 有着部立基隆医院王健民称号的 泌尿科医师林伯瀚 站在体外正坡碎时机旁表示 基隆医院操作碎时机的技术员 每次两人搭档技术好 又谨慎完胜一些大医院 依照医生的指示 疾碎 肾结石都有很好的成效 林伯瀚在记者会上举例 有一位65岁的伯伯因为发高烧来急诊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两边肾脏都有积水 而且都被结石塞住了 分别卡在上下段输尿管 原本系如面线的输尿管 肿脏道像原汁笔一样粗 经过紧急放置筋脏肾脏引流管稳定后 在进行输尿管进雷射手术 术后两天败血症指数和其他抽血指数都恢复到正常值 顺利出院返家休养 而其实回溯到十几年前 伯伯就曾经腰痛就医 当时就发现有肾结石 但是可能因为不痛了 就没有继续定期追踪 导致最后塞住输尿管 因此医生呼吁有肾结石病史的民众 不要敌不动我不动就掉以轻心 要多注意一下 其实今天只有跟大家讲说 其实结石卡死了 就是它是不会痛的 有些老人家回去 就说没事 一忙起来真的就拖到 我会建议半年到一年去做追踪 因为有些解石它还是会变大 它只要大超过0.5 或是会有卡住的风险 虽然台湾都 其实台湾很方便 只有有事就跑跑 林博翰医生强调就算不痛 最好还是要定期追踪 如果出现腰痛 贫尿尿疾或是血尿等情形 都应该尽快就医检查 最怕的是结石塞住了输尿管 细菌会跑到血液中 引发败血症 或是塞久了没有及时处理 肾脏可能会因此慢慢萎缩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台湾矿工医院 结合八堵国校 特地邀请20年来 以表演艺术 关怀弱势的和欢剧团 到八堵国小演出 让学校的师生 及医护人员大开眼界 不管是软骨工 或是其他表演 看得八堵国小老师 学生以及台湾矿工医院 医护人员目不转 金掌声不断 台湾矿工医院 结合八堵国小 特地邀请20年来 不断利用表演艺术 关怀弱势的和欢剧团 到八堵国小演出 剧团团长何怀安表示 当初取名和欢剧团 就是因为自己 罹患眼癌的女儿和欢 是因为 自己小女儿的关系 她三岁就得了眼癌 那在医院待了两年 做了化疗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不管病童跟家属的 心情是很沉重 那我觉得他们在身体康复之后呢 也要让他们找回他们原本该拥有的快乐 所以就开始做了和欢剧团 去到医院安养院所 希望将欢乐跟艺术生活化这件事情 带给他们在台湾的每一个片江角落 在医院里面都看得到艺术的表演 受邀到八堵国小演出 让学校师生以及医院的医护人员 大开眼界掌声不断 也支持了这个具有社会企业责任置业的剧团 继续利用表演将欢笑和感动 带到社会各个角落 我们老师也都上网去查阅了一下 那也知道团长当初创立这样一个剧团 就是希望把更多的美好的事情 带给更多的人 不要因为生命里面的挫败呢 就被击垮了 所以老师都很认同这样的理念 出发点是一个非常美的 希望把这个欢乐带给所有的病痛的海拓 或者说一些家人 让他们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照顾上面 能够自己勇敢地站出来 孤立自己 在各界支持下和欢剧团表演主机 遍及海内外 从台湾一路到澳门 菲律宾以及广西等地 关怀当地弱势族群 散播更多的爱与关怀 亚洲设计联盟主办的台日韩国际学生 设计严席营 今年8月20到26将首度在基隆举办 将由来自台日韩的60位青年设计新秀 共同激荡出关于基隆的设计新思维 主题是有爱城市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 与举办台日韩国际学生设计严席营的团队 进行会面 由亚洲设计联盟主办的台日韩国际学生设计严席营 今年8月20到8月26将首度来到基隆举办 市长谢国良相当期待来自国际青年的新思维与设计力 让基隆更有特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宣传 因为我们一直很想把有爱城市 把我们的理念宣扬出去 我们希望更多的国际旅客 即便是有特殊需求的 他们来到基隆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基隆 对这些特殊朋友的关怀跟环境的建制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这些都是很优秀的国际级的设计学生 所以这些优秀的国际级的设计学生 他们来到基隆给我们的一些发想或设计的原稿的时候 我有特别请阐发出 都要把这些人的创意能够留下来 因为哪怕他们在城市不同的角落 不同的设施给我们一些好的创意 也许就会带来一些城市景观跟整个设计的改变 这些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往年的话呢都是台日韩轮流举办 所以像日本的话我们就会到九州 到横滨到北海道去各个不同的城市举办 那像在韩国的话就会到首尔到福山 那其实每一次的不同城市举办的时候 我们就会透过这样一个礼拜的 包括像参访去了解这个城市 可以有哪些可以透过设计来去改变的地方 那也会提供这个城市一些后续能够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在这一次八月的时候 台日韩三国的设计师 就是一起到基隆 我们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也透过这边的市政的一些建设的参访 我们了解说可以怎么样在后续 包括像是街道的家具 刚才市长这边也有提到 就是如何打造一个更有碍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可以让街道家具 然后跟关怀这些无障碍的这些设施 那包括像永续的思考 也是对这个城市也很有帮助的 那这些都会纳入到我们在这个工作研究的议题 那最后一天呢我们就邀请 三国的理事长和设计师 那一起来做一个成果的发表会 那当然这个成果发表会把大家的concept 发表出来之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是未来一个施政的一个方向 那可能就可以把这些学生 他们原本只是一个梦想 但是呢这个梦想呢可以在基隆可以美梦成真 像刚才也有提到 我们觉得就是设计呢 它其实不只是要设计出一个有形的东西 而是我们要创造出设计跟一个这个 比如说这个城市的一个相关的连结性 那像刚才有提到 基隆是一个雨下雨的非常多的城市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部分看能产生出什么设计 跟这个部分可以产生出什么样的连结 是很重要的 市长谢国良表示 期盼透过台日韩的优秀青年 为基隆注入创新能量 也协助基隆行销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等你来看仁爱区失求路169项 多次发生土石崩落的问题 让地方很困扰 市议员郑文婷担心发生土石扎伤人车的状况 再次邀请相关单位会刊 期盼市府能以党土墙的方式来改善解决 山壁上的土石崩落下来 幸好掉在网子里 但有的地方因为土石太沉重 时间已久连网子本身也断掉 市议员郑文婷说 这片山壁的土石崩落已经很多次 这次接获民众反应 他会同失求里里长邀请市府公务处等单位 再次会刊 希望能够做党土墙 以彻底解决问题 这个地方陆续好且每年 大部分都会有肉死下来 尤其是台风天 那上次也有发出说 车子砸到了问题 给肉死砸到了问题 那还有是砸到车子 砸到人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长久租记还是看怎么样 把它弄一个一老容易的方法 把它好好做 不要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要石头下来 我们就用网子把它弄 这样下面还是有肉死在 这个地方其实土石崩落已经很多次了 光我们服务处办会开也办了好几次 那我们非常感谢市政府都会尽快的来用这个铁丝网 把它做一个补墙 但这个方式终究不是一个彻底一劳永逸的一个解决方式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更深入的去研究 这个能够有一个彻底解决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必须在这个地方做挡土墙 那刚刚我们跟这个市政府还有区公所这边做一个讨论之后 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彻底解决的一个方案 但是碍于经费的关系 那我们这边是希望说市政府能够考量到民众出入的一个安全 能够尽快来研议这种比较长远的一个解决方案 不然我们关我们服务处的会刊就好几次 同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会刊 那希望能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让民众在这个地方出入能够更安全 谢谢我们郑一言 关心我们市丘里 我们这边施求无理 行车的安全 出入的安全 他很关心 所以说我先感谢他 所以说这次既然我们郑一言能够提出来改善的方案 那我们就谢谢我们郑一言能够 能够前述我们市政府能够重视这方面 由于施求路169项是施求无理对外重要的通道 市议员郑文婷期盼市府能设法研议 以党土墙的方式来彻底改善 以维护来往的人车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集订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办 别担心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